烈日之下 残缺的公路之间 巨大的卡车及驰向前 卷起了一层层尘埃 度过了一开始的不适阶段之后 怀师已经勉强适应了如今的速度 至少不乱撞乱钻的话 这个速度他还是遭得住的 虽然依旧过快 但不至于每时每刻都命悬一线 等他放松下来之后 也终于有心情去端详一下窗户外面的风景 随着模块的旋转 离开了荒漠后 在漫天黄沙里 他们已经进入了某个巨大城市的范围 无数层层叠叠的厂房已经停止了运转 只有残破的废墟中艰难生长出了一层层灌木 颓败的气息扑面而来 但又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美感 难以形容 但怀师却很忽然有些理解陷进那些废墟爱好者们了 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独感 可同时又有着令人安心的寂静 让他竟然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感觉到了一阵静谧 虽然这一份静谧和安宁本身就足够不正常了 隔着头盔 他在无线电里轻声感慨 虽然说是地狱 但看上去和普通的荒野差不多啊 普通的荒野 雷蒙德觉得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普通的荒野上没有这么多废墟吧 双引号 有的地方 也是有的 怀师沉默了许久 眼前再度浮现出那一片黄沙中被渐渐覆盖的村庄 还有无数沉寂空洞的面孔 他努力摇了摇头 将那些记录中的回忆驱散 陷阱现在这么乱吗 还是只是你路子也 雷蒙德想了半天 终于反应过来 忘记你原来是监察官了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肯定见得多 话说我有个问题一直没问 但特别好奇 监察官的福利待遇怎么样 听说除了内部福利和大量专门的折扣之外 每年都有带薪休假啊 室友 但带薪休假多半没什么机会用啊 怀师摇头 想到过去一年的生活 就忍不住叹了口气 因为每天基本上在家里就闲得没事而干 除了打游戏就只能手游抽卡 闲鱼的要命 偶尔出个门 一大堆人想方设法的给你塞黑钱 想要拉你一起堕落腐化 说真的 太烦了 感觉时间长了之后恐怕就会失去梦想 变成一个可恶的社会人 否则我也不会来象牙之塔了 雷蒙德差点一脚油门踩空 目瞪狗呆 真的假的 当然是假的啊 你以为呢 怀师翻了个白眼 天底下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 真那么和平的话 你觉得我是怎么半年到三阶的 待在家里都天天都有人想着迫害你 出了门还有没良心的上司把你当牲口一样让你卖命 就连你出去应聘都能不小心拐进邪教基地 出门旅游还要被梁霄会半路打劫 就这 还有人把你当杀人狂魔 这种惨得要命的日子怎么会有人想着去过 思 雷蒙德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大概 是福大命大 顿时 雷蒙德看向怀师的眼神就复杂起来 好像看着一个残傲会运动员 充满了敬佩和怜悯 其中竟然隐隐还有鼓励 不要懈怠啊 年轻人 再接再厉 完全不知道这货的脑回路是怎么回事 在漫长的行进过程中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倒是不觉得怎么无聊和紧张 雷蒙德是专业老司机了 早就见惯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而怀师纯粹是觉得这里挺爽的 心情放松又愉快 似乎强化版的绍斯命对地狱的适应性也得到了足长的提升 在随着怀师的大群渐渐产生雏形之后 来自地狱的排斥感和压力就小了许多 区别就好像刚刚来的外地人和在本地住了两三年的外地人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诅咒依旧对他充满了威胁 就算隔着全套防护和头盔 在窗外阳光的暴晒之下 他依旧能够感觉到皮肤一阵干裂和痛苦 有的时候动动嘴 脸上干涸的皮肤就会均裂 虽然还会迅速复原 但就特别难受 哪怕怀师将体内的生态圈切换成了沙漠状态 依旧没有起到多大用 但至少灌了几瓶啤酒之后 均裂的现象就减缓了许多 还有多远 过了这个环区 向前大概70公里就到最接近的地下入口了 向下的话 大概还要走个三四个小时 可能会绕远 因为地下的状况我们也不清楚 到时候只能随机应变 雷蒙德瞥了一眼白猫屁股下面的导航显示屏 顺手挠了一下猫 然后被白猫狠狠地给了一爪子 手套都差点被割破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穿过了那些层层叠叠的厂房 深入了这一片千篇一律 好像复制粘贴一般的死寂都市之中 在一团乱麻的高架桥之间 无数灰白色的高楼像是密林一样杂乱的树立在地表上 没有任何的窗户 甚至看不见入口 好像只是纯粹的某种类似混凝土的石心岩块堆砌而成 让人联想到墓碑等等某种不快的意味 而在无数高楼之间 有些地块则已经彻底崩塌了 露出下面缓缓运转的巨型机械结构 一阵阵黑烟偶尔会从其中喷涌而出 迸发尖锐的声音 它们已经渐渐深入了黄昏之乡 根据怀师的估计 整个黄昏之乡具体的面积 大概有穷州那样的大小 说不定还在小一圈 因为太过详细的数据无法统计 黄昏之乡在诸多地域的分类里 属于是最隐匿的沉默形 在被沙尘暴和毫无征兆的落雪 暴雨以及暴风所笼罩的边缘处 越是向外侧走 所见到的就越是稀薄 直到走到最后 整个人都会消失在地域和外层深渊的叠加态之中 再也回不来 除非佩戴了某些特殊的边境遗物 或者是具备特殊的圣痕 否则绝大多数探索者都不会试图接近边缘 怀师他们进入这里依靠的都是铁金座预先做好的车站 可哪怕是车站也不是绝对安全 依旧有康德拉那样被童话的悲惨同僚徘徊在那里 不得解脱 就在怀师想到此处的时候 在他的眼角 破碎坍塌的大楼之下 好像有个身影毫无征兆的浮现 紧接着等他定精细看的时候又再度消失了 在模糊的记忆里 那个肿胀的轮廓好像看向了这一边 然后一只手抬起 指向了他们准备去的方向 热情又体贴 盼望着 渴望着 期望着 一步步的引导着他们走向万劫不复 怀师动作僵硬了一下 下意识的拔出剑来 刚刚 他色声说 好像看到了之前 铁金座上失踪的 那位同事 并未曾直接提及康德拉的名字 而是选择了这个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代称 而雷蒙德的神情也变得古怪起来 不 应该说 他脸上一直带着的那种轻挑的微笑收敛了一瞬 沉寂了下去 面无表情 真巧啊 我也从雷达上看到了一位前同事 他眯起眼睛 抬起头看向窗外的远方 只不过不是铁金座上的而已 嗯? 怀师皱眉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听到驾驶是响起的刺耳警报声 锁定警报 猛然间 雷蒙德一脚踩死了油门 猛然原地一个飘逸 冲下了高架 自扮空中大吼 噩梦之眼来了 小心 轰 剧烈的轰鸣从他们原本行进的位置爆发 一个冰柜那么大的登陆舱从天而降 砸在了他们如今本应该在的地方 紧接着 外层装甲轰然爆裂 寄宿在其中的燕光喷勃而出 向着天空飞起 在天空之上 随着光学隐身框架的撤销 一个猙獰的轮廓缓缓浮现 鸣刻着噩梦之眼灰迹的巨大飞行器从半空之中出现 纵然不是飞空船那样遮天蔽日的庞然大雾 但依旧向着大地投下了猙獰的阴影 在两道巨大的螺旋桨的催动之下 巨型直升机一样的飞行器迅速地放低了高度 死死地跟在怀尸他们身后 紧追不放 倘若机身上配备了什么能够在地狱里使用的导弹的话 肯定早就已经全弹发射 将怀尸他们烧成灰烬了吧 可现在 依旧有不逊色于导弹的威胁紧追而来 在坠落的登陆舱中 六道燕光腾空而起 好像火球一样尖笑着向着他们追来 卡车在巨响中落地 毫发无损地撞破了一层墙壁 狼狈加速 怀尸几乎整个人被按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他开始庆幸自己刚刚发现了头盔下面有个呕吐带了 操 是沙拉曼达 雷蒙德怒骂了一声 猛打方向盘 试图转弯 甩掉背后紧追不放的燕光 可那些飘飞在空中的火焰却宛如火雾一样 死死地咬住了他们 不肯松口 那是地狱大群 怀尸抬起眼睛看向后视镜 对 和噩梦之言有契约的地狱大群 全部都是半圆置化半生物的火焰惊魂 根本不怕阳光里的诅咒 轰 雷蒙德话音未落 巨响迸发 卡车陡然一阵 差点被撞上来的那一颗燕光掀翻 燕光在空中停滞了一瞬 还准备再撞 可紧接着 凹陷的车厢骤然被撕裂了 从其中探出了一只覆盖着铁甲的大手 竟然在阳光之下凭空捏住了那一团的火焰惊魂 还揉了两下 小老弟 你怎么回事 沙拉曼达的火焰一阵扭曲 最后浮现出了一个燃烧的人影 奋力挣扎着拔剑 斩向了大手 紧接着 那一只手就抬起 提着沙拉曼达的身体 猛然按在旁边的墙壁上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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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耳的惨叫声从火焰里迸发 很快 就消失无踪 再没有什么火焰了 可就在这空隙之间 其他五道燕光骤然转换了方向 撞向了车厢之下的车轮 一副俨然要和他们同归于尽的样子 车厢一震 紧接着便凭空裂开了 脱落 展露出其中焊接在车底盘上的椅子 以及椅子上那九个宛如巨人一般魁梧的身影 在厚重的防护府里 乐园护卫队拔出了腰间统一配备的线弹枪 拉动枪栓 对准了铺上来的火光 盛灾 伴随着前程的勇唱 扣动扳机 两更完毕 还有一周就下个月了 可以给我月票吗